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从1950年代起 在迦南沿海一带 乡蜜们相继传出一种原因不明的怪病 患者的手和脚的皮肤末端 出现发黑、溃烂、身躯 并且被啃食到见白骨 伴随锥心刺骨的疼痛 人称之为乌脚病 又叫做乌鸡爪 这种病无药可医 只能眼睁睁看着组织坏死 最后走上截肢的命运 然而截肢也并非一劳永逸 患部会继续向上蔓延 像蛇一样越缠越高 只能面临截肢再截肢的命运 像活生生的看着自己被焚尸 这种令人闻风色变 极度恐慌的疾病 是哪些人的付出 让基督的爱在当中蔓延 使得五角病在多年后 得以在台湾销声匿迹呢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是立宇 今天的宣教之旅 要来和大家分享 爱在五角病蔓延时 在1956年台南县安定乡富荣村里 有553位居民 当中有496人发病 当地五角病的比例高达9成 因为不知道发病的原因 被认为是邪灵附身 或是做坏事遭到报应 患者不仅要承受着身体的痛苦 心灵的煎熬 到庙里求问 花尽了自己的所有 仍然失去了双脚 以及萌生的能力 最后只能聚集在王爷庙前 刑起被社会歧视 许多病患因此轻生 外病不断蔓延在西南沿海一带 布袋 翼竹 北门 雪甲 夏淫 政府于1958年 委托台大公共卫生所所长 陈宫北 组成研究团队调查 希望能尽快找出 五角病的元凶 研究团队发现 原来当地潜水井的水质 因为过咸 不适合饮用 居民便改造 深井水来饮用 当他们化验水质成分时 发现里头重金属 深的含量 超出一般水质的200到500倍 团队经过四年的研究 证实 长期饮用会造成慢性生中毒 侵害全身血管硬化 并且于末端开始坏死 苦干 然而早在研究报告出炉两年之前 民间的力量已经自发性的投入 对病患的照顾 1960年 一位来到北门的台湾神学院教授 弗兰克林 看到五角病的病患 双脚溃烂 身躯发臭 却无力就医 他说 如果耶稣生在台湾 他一定先到北门来医治这群人 于是他与孙礼连宣教士联系 一个月后 就是1960年的5月23日 这天率先在北门王金河诊所 成立联敏之门 也就是五角病免费诊疗诊所 由芥菜种协会出前 在地的王金河医师出力 住在南头的谢伟医师 则每周四来到台南 替病患进行节肢手术 并且连同其他各种需要外科手术的 一并提供免费的服务 成为早期五角病免费医疗的铁三角 诊所最多曾收纳到80多人 人生可以有很多转折 王金河医师却选择 将他的医生奉献给北门他的家乡 50年的诊疗岁月 不知不觉中 有30多年都投入在五角病的治疗当中 他说 身为医师不应该以赚钱为目的 看到有意义的事情 就应该奋力投入 尽心诊疗 减轻患者的痛苦 看着他们日益健壮 是我们身为医师很快乐的回报 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就像上帝给我的祝福一样 虽然辛苦劳累 但是也受到妻子的包容和照顾 因此我也学会用这样疼惜的心 来照顾病患 诊疗室中有一段 王金河医师写下的文字 其实我没有权利替你决定 其实我应该亲身承受这样的痛苦 虽然我们知道 节肢是为了减轻目前的痛苦 但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有一位病人叫做杨丽尔 他才24岁 刚结婚四个月 罹患了五脚病 他跟医生说 医生医生 拜托你高抬贵手 帮我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不想节肢 王金河医师说 你如果不节肢 你会痛到受不了 还是要手术比较好 他说 如果要动手术 那我不要活了 王医师听到这句话 马上抓住机会 他说 好 你既然想死 可以 但请你先把你的生命借给我 让医师帮你动手术 手术之后 我把生命还给你 如果到时候 你还是想死 由你决定 王金河医师 他不仅照顾病人的病痛 还关怀病人后续的问题 病人过世 没有钱买棺材 王医师会到木材行买木料 自己动手 替死者定棺木 入棺找木地 并亲自和护士 以及教会的义工 扛着棺木 将死者下葬 为病人做到最后的善终 王金河医师 视病如亲 他与病人的互动 从未自认高高在上 婚丧喜庆 各种场合 他都去参加 融入他们的社会生活中 此外 不仅王医师本人 王夫人也将自己 奉献在五角病人的生活照顾上 免费为贫困的患者准备三餐 带领患者一起唱诗歌 祷告 并且做记忆训练 以及就业的辅导 让他们不止在肉体上得到医治 而是全人身心灵得到平安 他们全家人都奉献在其中 那么王医师要如何带领一家人 躲过身中毒的危害呢 他们设法搜集雨水 将雨水淹入家中 所搭建的蓄水池里面 层层过滤后作为饮用水 而从深井水中取出来的水 只用来洗衣服、物品 直到1970年 台湾省政府颁发 乌脚病防治计划 自1972年起 率先从病患密度最高的21个乡镇 开始铺设自来水管 以台南的乌山头水库 嘉义的蓝潭水库 以及巴掌溪的川流式溪流 作为主要的水源供应 渐进式的风景、废景 并且补贴接管废 虽然铺设水管的过程崎岖 但前后共经历了20年 直到1994年 接水率终于超过9成 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自来水可以饮用 无脚病的病患数目 大幅的下降 也不再有30岁以下的患者 无脚病终于宣告 在台湾销声匿急 台湾过去30年 防治无脚病的经验 受到国际的重视 被世界卫生组织 美国的环保署 用来作为饮用水中 深含量的标准 让全世界采用 避免相同的悲剧再度发生 而无脚病病患之父 王金河医师 他行医50年 他的北门免费诊所 于2007年改建为 台湾无脚病医疗纪念馆 保存当年诊所的照片 建筑文物 写下台湾医学史上 一页动人的篇章 让台湾看见基督的爱 人生不在于能活几岁 而在于活着的时候 是否努力付出 有了合作与努力 我们的母亲 台湾就会强壮起来 大家不要互相争斗 而是要互相疼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